這段是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幾個那個ISO印象檔的那個製作工具 的一些的使用教學 就是說介紹幾個這樣子 就是說要怎麼樣把那個 那個DVD的光碟片 或者是藍光不露的光碟片製作成這個ISO印象檔透過幾個工具這樣子 那這一篇的那個圖文教學頁面 這個圖文教學頁面貼在U2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過來 這個ISO可以叫印象檔也可以叫鏡像檔 它就是把那個光碟片裡面的磁軌有沒有 一對一的那個對考出來 那就是這個為什麼要製成這個ISO印象檔 主要是用來那個資源分享 資源分享 那在這邊就是說要說一下就是這個 這個 那個印象檔跟鏡像檔它是屬於那個一對一的對考 的鏡像對考它不是複製 它不是copy 它就是把那個 它可以把那個 光碟片裡面的那個頭文件 跟那個 識別的那個詞區 也一樣把它copy出來 那 呃看一下 如果是複製那個DVD的有沒有 那一種的 那個只能電腦開啊 那一對一對考的這一種的 它是連頭文件跟那個識別詞區都備份出來 所以說你再對燒回去 那個ISO印象檔再燒回去那個光碟片 那個硬體還是能播放 是有差別的 是這樣子 那這個印象檔 呃像製作成印象檔的好處就是說 它一個就是說防止那個 譬如說壞鬼那一些什麼的 好 它有比較好處啊 那 我們比較知道是說 製成那個ISO印象檔是用來做資源分項 這樣子 那好 那接下來就是 說 就是說這一篇的那個要跟大家說明這個 要怎麼樣 那個轉成那個ISO印象檔 應該是對考 這邊弄錯了 我後面修正了 應該是鏡像對考成ISO印象檔 那這個地方要注意是區分 它這個其實 有時候是不是這麼好處理啊 就是說 有區分那個有反考跟沒有反考的部分 這有區分的 那 在這邊 有兩個網址啊 這個是DVD的 反考的一些解除軟體的介紹 在這個網址 那這個 Blu-ray的跟HDVD的 那個 反考解除軟體的介紹 在這個網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比較常見的 那個反考的措施是 那個GMA 跟PROG 還有壞鬼還有超騷 等那一些啦 其實那一些都是屬於那種 硬體方面的 那一般是 應該是沒有辦法被解除的啦 就是 它就是透過說 安裝個軟體 就可以解除這些東西 這個是 是覺得蠻詭異的 因為這種東西是屬於那種 硬體方面的東西啊 它是靠這個 軟體就可以解除 這是蠻詭異的事情 這是 這是 我們就是 像我們這種外行人 是比較 難去理解的 這樣子 好 那目前 比較有名的是這兩套 就是 去這兩個網址去看一下 就知道 那 我只用過這個 DVD這個FAB 這一套 所以說我只能跟大家 呃 說明 那在這個地方 的 工具有兩種 這個FAB DVD 那個FAB 它 有區分成這兩種 那 這個 兩種 是有差別的 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呃 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兩個到底差在哪裡 是這樣子 我到底要使用這一個 還是這 使用這一個 因為它都能解除訪考 那 到底要弄哪一個 那個是 根據你 要用 是 要用來做什麼的 比如說 呃 前面這個 這一種的 就是 這個A 是這種 直接複製的這一種 它是不能 Copy 那個頭文鍵 跟那個 識別詞區的 這一種的 就是安裝這個 這個 PASS KEY 這個 LIGHT 這個 PASS KEY 那個精簡版的 它 是電腦 直接 可以複製光碟片裡面的東西 它是複製 光碟片裡面的東西 但頭文鍵跟識別詞區 它沒有辦法複製出來 那這一種的複製出來的東西 只有 電腦能執行的 那一般是這個 影音轉換軟體在用的 這個一般是影音轉換軟體在用的 這個 這個 就是把那個 就是把那個 DVD的那個 TS的 那個 那個 藍光不入類的是那個 Stream裡面的那個 那個 Stream跟那個 Playlist 那兩個 目錄抓出來 那影音轉換軟體就可以轉了 是這樣子 那在這邊 你要 做資源分享 就是把那個 光碟片 DVD光碟片 或藍光不入類的 光碟片 對考 一對一 鏡像對考出來的 弄成那個 I是印象檔的 是用這一個 你要做資源分享 是用這一個 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這種是 電腦可以直接Copy裡面的東西的 那這一個是直接把 那 那個 那個 ISO印象檔 不是 那個 DVD的光碟片 或者是 藍光不入類的光碟片 直接 一對一 對考成那個 ISO印象檔 這樣子 它 兩個是不一樣的功能 那 這個 因為本篇主要是說明這個 ISO 音象檔的製作 所以說是 那個 大家可以先下載這個 去試試 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是說那個 沒有防烤的處理 那 原因在這裡 就是說 其實 很多光碟片 它沒有在做防烤的 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很多人根本 沒有摸過那個光碟片 很 很久 那個現在很 就是說 都用那個線上觀看 已經很少在碰那個光碟片 根本 所以說有很多的那個影片 它乾脆就不做 那個 防烤 是 是這樣子 這邊就大家就 知道一下 就是現在 就是那個 時代變遷 都是用那個 線上觀看 所以說很多的那個 那個 那個光碟片 都 都不做 乾脆就不做 防烤 就是說 它是類似於是買的那個 支持啊 就是 對 呃 某個那個 影集什麼的 買個支持 買個 比如說什麼 合輯啊什麼的 把它買來收藏的 有這種 那個 收藏的意義啊 是這樣子 好 那 在這邊沒有防烤的話 就 很好處理 沒有防烤就很好處理 它直接用這個 燒入軟體 那現在燒入軟體都有那個 複製到 就是 鏡像對烤 它這個地方不能用複製 應該是叫鏡像的對烤成ISO 的功能 呃 燒入軟體都有 好 這個 點擊這三個連結 進去看都有 他們都有 那個 已經內建了 就是 可以鏡像對烤成ISO印象檔 這很好處理 那 有的那個 虛擬光碟 它也有內建 就是說 將光碟機 裡面的東西 鏡像對烤成這個ISO印象檔 那有的虛擬光碟也有內建 可以參考一下這一篇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這個 資源分享的說明 那資源分享的說明 這個地方 就是說 鏡像對烤好了之後 你這個 將那個光碟片 鏡像對烤成那個 ISO印象檔 製作好 成那個ISO印象檔 那 要用那個 接下來要用 那個CHIP 進行分壓 分壓成500 或者是 500MB到1G 的容量 那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做分壓 是 因為這個 因為現在的 那個 有的人那個網路不太好 正確來說是 網路 其實很好 是因為 現在的是 那個 數據機嘛 它裡面的是內建那個 IP分享器嘛 那很多人在使用嘛 正確來說是很多人在使用的時候 有的人在下載嘛 比如說 你現在 你在使用 那 你家裡的 其他人在下載的東西 造成那個 瞬間的Lag 瞬間的Lag 那因為那個 有的那個 網存站 它是有偵測 你的那個 連線的時間 你 你造成那個 Lag的話 它偵測不到 你那個 你這個時間 內 沒有連回來 它接受不到 你的電腦訊息 它就直接把你中斷掉 它就算 就是算斷掉的意思 所以說 我這邊說是 那種網路不好 正確來說是 很多人在使用的情況下 使用一條 線的情況下 很容易造成那個 斷掉 那 你這個地方 比如說 DVD的 你備份出來一個檔4G好了 那你中間中斷掉 你就要重新下載 就要由頭開始下 那這樣子 就變成說 你 永遠再下不完 會產生那個 永遠下不完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 那個 就是說 比如說你分享一個東西 那很多人在下載 那個就是那個熱門檔 那 一瞬間 大量的那個IP 連進那個伺服器去下載 連進那個網存站 去下載的話 會造成塞車 那一樣斷掉 那又要重下 就會在那邊一直重下 然後永遠下不完 所以說 這個地方就是說 把它分成500枚 600枚 或是700枚 這樣的話 那 下載的人 他下載到一個段落之後 就停了 然後再換下一個段落 這樣的話 就可以避免說 永遠下不完的問題 因為你下載到一個段落 的時候 就是 那第二部分 又另外一個段落 這樣子 這有這個好處在這裡 就是說分壓的好處在這裡 他不是你一個檔這麼大 4G 那會永遠下不完 要把它分 分成500到1G左右 這樣的話 分成段落 再下的話 可以避免那個 下載到一半斷掉的問題 這樣子 那 你分壓完之後 再來就是 上傳到那個 線上網存 然後再來就是發佈到 這裡面的論壇 給人家下載 那 或者是你使用這個BT軟體 然後上傳到這裡面的那個BT鎖引站 或論壇 給人家下載 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只是一個 呃 資源分享的一個大率的流程 是這樣子 跟大家解說一下 好 那再來是一個狀況的處理 就是說 遇到其他的 那個 印象檔的格式 要怎麼樣轉成那個ISO印象檔 那這個地方 比如說 印象的格式其實不只ISO印象檔 只是因為ISO印象檔是比較普及的一點 比較大家比較多人使用 其實還有這一些 那通常 還有一個問 最主要的一個就是說 ISO印象檔是 那個現在 有這個 那個 檔案總管 有內建可以直接開啊 檔案總管可以直接開 那這個地方 我到時候會補一個連結 這個地方我忘了補充 到時候再補上 可以直接開 所以說大部分是 那個 鏡像對考層 那個ISO印象檔 就是把它轉成這個 這個 鏡像對考層 那 下載回去的人 他使用這個 7HEAP解壓縮之後 那 他 就可以直接 用那個 檔案總管開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我到時候會補在這裡 那這一篇的狀況處理 就是說 那個 說一下這些格式要怎麼轉換 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說 像這些格式 他需要用那個 虛擬光碟來開 就參考一下這邊 將那個虛擬光碟有沒有 掛載 印象檔 掛載之後 然後 這個地方就是說 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把那個虛擬槽看成是一台光碟機 就是說 掛載之後那個虛擬的槽 你要把它看成是一台光碟機 這樣子 那我這邊就 做一個那個示範 我已經裝好了 是怎麼 是沒啟動到 好在這裡 好虛擬光碟 掛載印象 那這個是點 NDS的 這是檔案總管沒辦法開的 所以我裝了一個那個 他 他 這一些有支援 這些都有支援 裝這一套 那這一套在這裡 這裡的裡面有解說 然後把它打開這樣子 好 他就模擬出來 在這裡 好 他是一個遊戲 NDS XChange 這個 那 他是NDS 那 我現在要把它轉成那個ISO 那我以後就不需要用那個 這一套了 因為這種是 這種格式是比較 不建議用 你就是 可以自己把它轉成那個ISO 音響檔 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把它看成是一台光碟機 好他要模擬了嘛 把它當成是一台 那個光碟機 好的之後 再來就是用那個 那個 收入軟體 收入軟體 收入軟體的這個功能啊 就是說 譬如這一套 它是 這個功能 可以將那個 供應機的內容 鏡像對考 成ISO 他是這樣子 OK 點一下 然後就直接抓 抓到這個 就是這邊的這個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參考這裡面的教學 我這裡有教學 就是參考前面這邊 就是 參考前面的 收入軟體 這邊 鏡像對考這邊 這裡面我有教學 就是這個功能 這樣子 就是這邊 打開之後 你要把它存成什麼的 有沒有 存成檔案的類型 ISO 然後儲存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把它轉換 就是把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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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格式把它轉換成那個 ISO印象檔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就是 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啊 就是說 這個 虛擬光碟 這個 模擬成一個光碟槽 然後再透過 那個 燒軟體 鏡像對考成ISO 把它看成兩部分來處理的話 就比較好理解 因為這個問題 有時候 會遇到啊 就是有的人 他用這些 格式 那個其實 遇到都 覺得覺得很煩啊 這樣子 好 那這段視頻 就解說有點長 謝謝大家耐心 收看 此段視頻 這個地方 我又補了一下 就是 下載回去的人 他用這個 7heap解壓之後 該如何處理這個 ISO印象檔 那大部分 用那個檔案總管就可以開了 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那 系統 系統的安裝的 那個 ISO印象檔 製程那個 開機 參考一下這一篇 前面的是那個 USB的 後面的有那個 那個光碟機的 就是 可以把ISO 這個是 這一個的 就是 第三種狀況 有三個狀況 第三個狀況是把 那個ISO印象檔 燒回去 那個光碟片 給那個 硬體播放器 那個 能打開的 那一種的 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他的後面 那 有那些 燒錄軟體 那 那些燒錄軟體裡面 也有內建 那個 將ISO 印象檔 燒回去 光碟片 的功能 參考一下 好 那這邊的補充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